整个科技界 美国人不但不卖给你 不但不会允许别人卖还有法律制裁 最重要的他会穷追不舍 对象抖音啊 Zoom啊 马云啊 微信啊 什么百度啊 什么华为啊这些东西 芯片取消 软件取消 大家记住下一步的 所有的网络 DNS给你取消 然后美国所有的网络都是太空化 中共国面临的一个更大的威胁是什么 你家的网络不能用了 你家的所有通信不能用了 你家的芯片没有了 工业火车飞机所有的东西都不能用的时候 医院医疗 美国就不再需要这个陆地上的所谓的中转站 中基站的这种新的太空通信方式 你还有网络强吗 这时候开始手机控制 空边关 不许使用海外手机 你根本控制不住 中国会回到什么时代 1982 83 84 85年 就是到广东深圳 走私牛仔裤电子表 大家就开始了新的一个走私生活 买海外版的手机 美国会让你圈在你家里边 这是最可怕的 这叫困兽战术 我把你变成一个 瘦 困在里边 你只要一出头 我就打死你一个 这你自己内部最后 饿 困 崩溃 然后共产党就会干什么 共产党就会 停耳周旋 尝试使用核武器 他到那时候对老百姓更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二个